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女儿的生命真的不能得到挽救 那么她将选择把孩子所有可以利用的器官都捐献出来 当时看完门诊嘛 天坛医院的门诊 觉得肯定是没什么希望了 医生也跟她说手术的风险也很大 而且过手术的话也是很渺茫的 她把我当天晚上11点多来的医院 这一夜在游医院一楼的大厅里 瞿医生和丹丹的父亲聊了很久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这个决定是心酸的 但也是最有意义的 在孩子没有病之前 说这些小朋友太可怜了 说有病不容易瞧 我以后我大以后我去学医 我当医生我给那些小朋友看病 我还说了自己的一段 他们哭回天上 单单的父母觉得 虽然他们可能失去了女儿 但是如果能够让女儿的身体的一部分 去延续别人的生命 这也许是纪念孩子最好的方式 虽然痛哲心扉万般不舍 但是女儿曾经置任的心愿 他们一定要帮她实现 多么善良的孩子 多么善良的家人 这重如千金的承诺 让所有的人动容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这个父亲 最后和女儿相处的机会 就在他们决定捐献器官之后的第三天 单单的病情急转之下 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病房 我们发现了孩子有问题 然后到现在进ICU五天的时间 只有五天 对 只有五天的时间 因为是12月的31号 在儿童医院和天潭确认 昨天下午就已经进入这个医院的ICU 这么快 12月31号上午 丹丹突然发病 头疼欲裂 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状况 经过检查 她脑袋中有一颗肿瘤 而且长的位置极为凶行 正好长在了 左脑 右脑 和脑主体的正经间 有个人因为她急犯脑袋 我身脑袋就是影响呼吸和循环系统的 所以有可能她就随时出现心跳 要注定这些情况 医生诊断之后 提出手术的结果只有两个 一是根本下不了手术材 二是手术之后变成吃虑 这个消息对全家人来说 无疑是擒天批地 你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你真 你听完了我都 我真不行了 我这 我说 怎么会是赶上他赶上了 真是 刚刚六岁多呀 那像那病 本来到我身上都好 真的 不想着他 这么少 我没法接受 刚才那么点 就在五天之前 丹丹还跟所有健康的孩子一样 跟同学们开心地滑冰 自由地玩耍 但是如今 被爸爸妈妈当作了 长上名度的乖女儿 就遭受了这种苦难 坤丹 把妈妈来看你玩玩 不忍 minha 还不能 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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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常 不忍 在这个时候 大家并没有放弃继续治疗 为了挽救这条幼小的生命 医生和家人紧急联系了 全国最权威的儿童脑外科的专家 而会诊就约在了第二天的下午两点 现在单单的病情还算稳定 医生让他的父母先回家休息一下 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可是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期待着第二天的会诊 能够有一个好结果的时候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很快医院传来了坏消息 那么单单的病情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稍后我们接着往一看 面临会诊之际 孩子病情突然加重 捐献前夕 父母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请你替我活下去 派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六岁的单单突然头疼 眼睛失明 经过检查 原来她的脑袋中有一颗肿瘤 医生决定在入院之后的第二天 请全国的顶尖专家前来会诊 然而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单单的病情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原来单单的心率突然一下子升高到了180度 血压也降到了高压77低压43 并且开始失去了自主呼吸 咱们本来都先好 我们下午就要去 为了更好地对单单进行抢救 医生决定 立刻把单单转移到重症监护室 所有人都希望她能够撑到明天 接受专家的会诊 也许还能有一丝重获新生的几率 上天你给我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让我还疲惯 我没有分享 我还找不到 怎么那么具体的 啊 啊 啊 不 啊 啊 啊 我可以等下 我可以等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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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下 大个小女王的 快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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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吧 回家 快起来 快起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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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的一个发展 真的后一步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敢说 尽量地先维持住 维持住看看能不能有转机 因为单单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危险 医生也觉得单单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应该让父母再跟他多待一会儿 他们破例让单单的爸妈再次进入了重症接护病房 没关系 他会让他 отдел炒病房 推车 поех Dr..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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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水浸了人们的双眼 此时大家只能默默地陪伴着他们 送丹的最后一天 虽然很多人都没有跟丹的说过一句话 但是从父母回忆起 她的点点滴气当中 我们都会觉得 她是如此的亲近 如此的惹人同爱 此时悲痛欲绝的妈妈 还记得宝贝女儿的夙愿 早知道现在是人家 她的这个愿 人家的愿望 一定要这个视线 尤其那个眼睛 你必须得知道 按在谁身上 我还能说 眼睛 我心里眼睛 就是会说话 从远处看 我也喜欢一株 只有那个眼睛 单单的颅内肿瘤 现在已经压迫到了中枢神经 它所出现的呼吸衰竭 心率急速的提升 包括意识的丧失 全身肌肉的痙攣 都是由于这个肿瘤的压迫 所导致的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抢救 单单的生命 没有出现丝毫的转机 并且完全失去了 自主呼吸 这一刻 单单的全家人 抱成一团 失声痛哭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一个如此可爱的 小生命的失去 作为单单的父母 他们更加不能想象 永远失去了 心安的女儿 生活将会如何继续 天堂里没有疼痛 你一路走好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 这个世界 有一个小小的 善良的女 曾经来过 老天一点地油 我不给我 我不给我 就像 想给他洗头 再说个好看的变子 气发的真是 没有什么 我就是留下一部分头的 然后带着头过 全国国内的战略 我看 失去孩子的痛苦 是如此的私心滅肺 此时所有的语言 都是苍白的 所有人都希望 能够满足这对年轻父母 最后的心愿 是苍白的 我还要挺愿意的 进口 我请你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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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夜晚注定不再平静 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 也是一个动人的时刻 随后 医生连夜把丹丹愿意捐献的器官取得出来 他们是两个肾脏 一个肝脏 两个眼角膜 那么 这些器官将会移植到哪些患者的身上 他们跟丹丹的父母之间 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九岁孩子 挣扎在死亡边缘 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 然后还愿意把他的东西捐出来给我们第二生 也是很激动的 大爱父母 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生命的延续 挺高兴的 还笑着很短 还特别感觉 真的丹丹的感觉 我一个一个生命 我觉得挺好的 请你替我活下去 大爱正在播出 因为抢救无效 丹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根据丹丹生前的心愿和父母的想法 医生从丹丹的身上取出了五个器官 那么丹丹妈妈想看看这些器官 安在谁身上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吗 从丹丹身体里保留下来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 两个眼角膜 这五个重要的器官 将在五个人的身体里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丹丹虽然故去了 但是在幼小的生命 将在这五个人的生命中得以延续 手术结束之后 医生和护士给丹丹记上了红眼睛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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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年轻的父母 在承受着彻骨的失子失痛的同时 想到的却是 不要让更多的人经历他们的苦难 我们所有人都要向 这就是平凡而伟大的父母致敬 在悲痛之余 所有医护人员也都没有停止继续工作 1月5号零晨4点 延续单单生命的肝脏移植手术正式开始 这个手术我们还是需要的一个工作 因为应该干啥 然而就在手术开始两个小时之前 接受移植的患者才刚刚从广东连夜飞到北京 匆忙赶到游医医院 等待患肝的孩子名叫小可 今年9岁 他患有先天性的胆管囊肿 而这次肝脏移植手术是唯一挽救小可生命的方法 我觉得小孩子有希望了 从心里边佩服那个小朋友 然后呢 同时呢 又希望这个小朋友 能够健康快乐地 带着这个生命走下去 就是两个人结伴而行 其实他们很伟大的 小孩子生病了 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 然后还愿意把他的东西捡出来给我们第二生命 我们也是很激动的 为了尽可能缩短器官的保存时间 确保丹丹丹留下来的器官可以继续工作 游医院的医生将紧急乘坐最早的航班 把丹丹的两个肾脏送到上海和广西 这两个肾脏会在12个小时之内 陪伴他们新的主人 开始新的人生 与此同时 同仁医院的医生也连夜赶来 丹丹美丽的眼睛将会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1月5号上午11点 丹丹的肝脏在小可的身体里开始正常工作 1月9号 在同仁医院的眼科病房 两个小女孩马上准备接受丹丹眼角膜移植手术 手术之前 记者特地赶到了医院 带着丹丹妈妈的心愿 替她看一看女儿的眼睛将会安放在谁的身上 两个女孩跟丹丹年纪相仿 他们分别有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 在听记者讲出了丹丹的故事之后 两个孩子的父母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这种牺牲精神的话 其实真叹的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做一个接受医体 器官捐献的父母 向你们的伟大 向你们的无私标志崇高的建议 谢谢你们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有真好 应该有幸福 建议她 现在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她为你 这两个孩子的双眼将会重见光明 这两个孩子被送进了手术室 移植丹丹眼角膜的手术正式开始 再过五天 这两个孩子的双眼将会重见光明 记者在得到家长的允许之后 拍摄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 想拿给丹丹的妈妈看 好让她从这两个女孩的眼睛中 看到丹丹远去的模样 肝移植手术之后的第三天 小可从ICU回到了普通病房 挺高兴的 还躺着 还跳着 还能躺着 还特别感觉 你真的断断的感觉 我一个生命 我一个人望 我觉得挺好 生命从这里消逝 也在这里延续 六个素不相识的孩子 因为这一份特殊的生命缘分 和无私的大爱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丹丹虽然走了 但是她的身体的一部分 将在这五个小生命当中 继续绽放生命之化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一名少女为何卧床不起 心脏很大 像个小牌球那么大 三队人马为何奔向一处 不敢去考虑 不敢说出来她万一 六个小时的生命极限 能否一招改写十六年命运 多的时候她可能就是死了一条 熊猫少女换星际 明晚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